针对青螺与红螺之间 海域与淤泥严重 长年以来影响渔船进出港的问题 又因青螺沙嘴是衍生燕鸥保育区 不可轻易进出重机械 到底是渔民生计重要 还是保育重要 红螺渔港出去的航道 包括青螺也是走那边 但是一直被淤的结果是 他们现在连船只要出去都有困难 常常有渔船反映说 他们的螺旋桨因为这样而损坏 曾经也有轻过一次 但是那一次造成很大的风波 是他在做的时候 刚好是遇到残卵期 就是那边有燕窝的残卵期 燕窝大概每年大概是五月到七月之间在那边残卵 所以当初也没有沟通好 所以那时候案子做到一半就喊咖了 大概在两三年前 因为又淤得很严重 所以我们又再花了大概一两百万的部分 再稍微再清一下 结果发现两年后又回遇到原来的状况 所以他回遇的情况很快 胡锡湘三位议员也吉利在议会 请公务处清除淤泥 公务处长表示 已经有找相关单位做了会刊 也已经做了相关规划 由于回遇的情况很快 公务处也希望能达到真正有效的清淤 并同时跟水利署积极争取后续经费 这个是治标 那资本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 有同时在跟水利署这边 有在要规划的经费 所以希望我们要去做 整个这边潮流 还有一些它飘沙的状况 还有相关地形的测量 然后去研究出来说 它到底是怎么形成 那我怎么去做防治 那这个部分如果争取到规划之后 我们才了解说 它到底的沙源在哪里 然后我去哪里做一些 一些那个防治的设施 它可能就会减缓 清螺湿地位于虎西乡的北岸 总面积约100公里 为澎湖重要的生态敏感区之一 也是澎湖鸟类重要的栖息地 并有保育类鸟类燕鸥 在此繁殖 但是冬季的东北季风 海沙会覆盖这港内 甚至连渔船进出港时 螺旋桨也因而受到损伤 浮汇也极力设法 解决常年淤泥状况 并让清螺湿地 有完整的生态保护 也同时兼具渔民的生计 创造出双赢的局面 记者蔡红翔 吴孟能报道